现代意义上的和田玉和古代的和田玉有什么区别 我们现在的概念呢 就是所有的透闪石在宝石圈里都统称是和田玉 范畴呢比较广泛 就是凡是含有透闪石的玉石都纳为和田玉的一个标准 而我们行家玩玉的概念呢 就是把真正意义上当时新疆和田用的一些原材料 称为和田玉 当然古代也有地方玉里边的透闪石 按照我们行内严格意义来讲 这还属于地方玉 当然现在有好多老玉也好 一些新玉也好 只要是含有透闪石的去检测的时候 都判定为是和田玉 这个我们不要过多的去纠结 因为古玉鉴定新老根 它是不是和田玉 是什么样的玉 没有直接关系 当然我们站在收藏的角度 收藏一些公斤料美的一些玉器 去追求一下是不是和田玉 是完全可以的 是什么样的 就是被战白博 dream的 是什么样的 献的 案了 是什么样的